根據經絡案揭轉介研究部及土地註冊處的資料顯示 9月份的樓花案揭中數為131宗 較8月份的205宗下跌74宗 連跌2個月創3個月來的新低 對比去年的同期 9月份延樓案揭中數比去年同期的6538宗下跌1386宗 個月的樓花案揭中數比去年同期的199宗下跌68宗 以首9個月比較 今年首9個月的現樓案揭中數錄得60645宗 對比去年同期的65552宗減少了4907宗 倉近7年的新低 今年首9個月樓花案揭中數則為1266宗 對比去年同期的3273宗 大跌2007宗 倉近17年的新低 經絡案揭轉界首席副總裁曹德明表示 樓市淡靜 家長缺乏大型的新盤上會 令現樓和樓花案揭中數按月急跌 而政府日前放寬樓花案揭成數 樓花買家可以即時透過高成數案揭上會 措施或帶動樓花市場回穩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